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欸 豬腦袋 你今天在家裡幹什麼啊 什麼 砸電視喔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的觀眾 會有一種感覺 你這個航運股貨櫃三雄 啪啪雄 上個禮拜連漲兩天 對不對 今天呢 信聰聰的要跑進去 幹什麼 要賺短線的價差啊 聰不聰明 很聰明 那上個禮拜 連漲兩天之前有低檔 欸 不買 觀望 各位觀眾有沒有道理 對 老船長 你是不是在我們家 安裝了監視器 不然你怎麼知道 我們的一舉一動跟想法 我就是知道嘛 人家講喔 一檔股票 大漲三天喔 那叫做散戶喔 不請自來 真的用爬都要爬來 爬的聲在咪 因為散戶是視覺動物在做股票 什麼意思 看到大漲了 他相信了 他就要跳進去 那你認為 一支股票裡面的大阻力 他們都不懂 都讓你進來 歡迎進來坐教 然後呢 讓你賺一段 有這樣的阻力嗎 如果你今天很有錢 你是很大的阻力 你會幹這種蠢事嗎 這個是老船長好像 不大可能喔 對 所以各位請看我的測標 三雄啊 叫做什麼樣 進二 上個禮拜 連續漲兩天叫進二 那今天叫怎麼樣 叫退一一啊 各位看 好 我們舉泡泡龍做例子 放大 有沒有 從這一天 跳上去 這叫漲喔 你不要看這黑黑 這是漲喔 然後呢 再跳上去 叫做漲喔 哇今天怎麼樣 壓回 換句話說 你這邊進場的 跟這裡進場的 就套住了 對吧 好 那我們大膽的先假設 明天泡泡龍 長龍 它怎麼樣 又要開始漲 它可能就是 紅黑 紅黑 這樣漲有什麼好處 可以把散戶玩死 可以把散戶怎麼樣 很順利的洗下車 因為 明天只要長龍一漲 這些套牢的 就會怎麼樣 趕快賣掉 你會發現散戶喔 很喜歡 股票一解套 馬上賣掉 然後告訴自己 哎呀 好險 賣掉了 然後再重新尋找那個怎麼樣 在大漲的股票 至少是在漲勢的股票 老船長 真的耶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就我常講 如果你要看一支股票 對不對 你希望賺很多的錢 那廢話 一定要有一個波段 那波段一定需要時間 對不對 你就在 你看好這檔股票 你就怎麼樣 重壓 甚至全壓 對不對 然後壓在那邊之後 接下來它的漲跌 你都不要看 你相信老船長 你看了 就完蛋 幹什麼 就被洗啊 對不對 那舉例啊 大家看喔 好 譬如說 你在這邊看好 長榮要走第二波 對不對 你就在這邊重壓或全壓 買了以後呢 你就不要管它了 它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 都跟你無關 你才能夠怎麼樣 爆大波段 對吧 那你注意看喔 現在就是這種情況 對不對 你在這邊買的嘛 這叫底部嘛 對不對 買完之後你就不要管它 它這邊上上下下 你都不要理它 因為你要看的這檔股票 你是看好它的大波段 那你就相信老船長 你就不要管它 你只要一看 就被洗下車 因為你會緊張嘛 對不對 那有些人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我猜明天是黑 我猜明天是紅 然後短線怎麼樣 喜歡進去追 今天早上一開盤 上個禮拜 連續漲兩天 今天長榮應該要漲停板了 對不對 散戶會告訴自己 確認無誤 應該會漲停板 結果沒有漲停板 那這一定是爛貨 上個禮拜一定漲完了 明天有漲要趕快逃命 對 我都知道散戶心裡在想什麼 很可悲 我們知道我們來股票市場做股票 你要有所依據 我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說你為什麼買這檔股票 我感覺會漲 然後我就說 你是誰啊 你周圍有沒有這樣的人 甚至包括是你 我覺得會漲 真好笑 你是神 你覺得會漲 老船長一定佩服 而且一定追隨 你是人嘛 我也是人嘛 對不對 你要有所依據啊 那你的依據是什麼呢 你為什麼看好貨櫃三雄 你的依據是什麼 老船長 我們就依據 貨櫃三雄 他的這個營收很棒 EPS高到嚇死人 所以我們買進去 買進去他為什麼都不漲 我知道你有這種抱怨 對不對 那好我現在 煩請教你一件事情 如果一家公司營收很好 老EPS很棒 就一定會馬上要反映出來的話 那人人發財啊 我們就找那個怎麼樣 就是符合上面兩種條件的 然後把全部的家當 壓進去就好了 對不對 就以長榮來講 你們要把老船長話聽進去 你在這個波段 它反映基本面的時候 你隨便買怎麼買 躺著買倒立著買 閉著眼睛買 押房子買你都賺啊 可是呢 在這一段 你怎麼買都是死啊 對不對 那這一段 這一段的基本面 跟這一段的基本面 哪裡比起來比較好 我告訴你 這一段的基本面 航運股這一段的基本面 比這一段還要好 你沒話講了吧 欸 基本面比之前好 之前買的每個都賺錢 然後之後買的每個都賠死 這代表什麼 股票它趨勢是最大 我講過 這一段 它不管什麼面 它的趨勢就是往上走 這一段趨勢就是往下走 那現在的趨勢你看得出來嗎 它就是一個橫盤整理 只是它快要慢慢的來突破怎麼樣 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一旦突破就不得了了 可是很可惜的是 今天很多散戶朋友要嘛被洗下車 要嘛就是怎麼樣 今天追進去 然後明天要出掉 我先預告喔 明天長榮一漲 很多人就要把它賣掉喔 那如果你剛好看到我的節目 表示怎麼樣 你有在平常在做功德 因為很簡單嘛 再看一次 你在這邊追的 收盤收在這裡套牢 你在這裡追的 收盤收到這裡套牢 那明天如果中長榮上去 你是不是全部套牢這些人 全部趕快賣掉 對不對 好 那明天如果中長榮來到這邊呢 也是一樣會有人來追嘛 那這邊會不會馬上過 絕對不會我先預告 因為這裡有套牢賣壓 這裡也有 所以長榮泡泡龍 它來到這裡會有先洗掉一些 然後來到這邊又會有人跳進去追 然後它又橫向整理一下 然後怎麼樣 做最後的壓盤再噴出去 那這個時間我算過了 前前後後加起來這些天數 包括最後的噴出 剛好會再落在 注意聽喔 10月10號雙十節前 如果晚的話晚一天 老船長 你是算命先的喔 你怎麼知道 很簡單嘛 因為10月10號要公佈 9月的營收嘛 8月的營收已經是奇蹟了 各位觀眾 這一張你都背起來了吧 這個我說過不叫業績 這叫做奇蹟 電子股是創造不出來這樣的奇蹟的 你聽得懂齁 那8月這樣子的 9月我認為會更好 不會比8月差 你了解嗎 因為價錢在漲嘛 是不是 那10月10號要公佈9月嘛 這樣你懂了吧 所以10月份開始 它就漸漸壓不住 然後就像我剛跟你講 明天如果漲一漲 然後再整理整理 那這個天數這樣 今天9月27號了嘛 對不對 那各位觀眾你們覺得呢 是不是10月上半月份 配合得剛剛好 我跟你講主力都會算 不然憑什麼噴啦 你在這邊 各位觀眾 漲一漲 要噴出去你的理由是什麼 最好的理由就是 我9月營收又再創奇蹟啊 大家就開始追啊 頭顧老師全部都歸對啊 我是不是告訴你啊 哪裡是應該是買點 現在都沒講都裝死 上個禮拜大概尾巴掌兩天 就拿出來蹭一下 今天全部都不講了 又去講那怎麼樣 掌停板 甚至去講那塑化骨 神經病啊 你講台塑三寶幹什麼 所以能夠堅持到底的 坐在這個地方 陪你們每一天數饅頭的 只有我骨海老船長 所以我才說嘛 如果你想要在 航運股貨櫃三雄 賺到大波段的行情 你一定要怎麼樣 跟著老船長來操作啊 我講話是有依據跟道理的 對不對 那你看今天長榮這樣 哪個頭顧老師會說 這個即將有大行情啊 都跑去掌 講那個掌停板的股票 大漲的股票 那你抱著貨櫃三雄 你現在怎麼樣 到處找節目看啊 你不用找就找我的就好了 而且我跟你講的 都是有依據的 在橫向整理完之後的趨勢 就是往上 那往上的趨勢先確立以後 背後要有一些支撐的力道 那叫做什麼 叫做他所創造的奇跡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響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匯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你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第二段節目開始之前 榮小弟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麼因為我個人認為 航運貨櫃三雄尤其是貨櫃三雄 你要賺小錢的 你可以去買一些小股票 亂弄我沒有意見 你真的要賺人生的一大桶金的 而且是可以你重壓甚至全壓的 你一定要靠這一次貨櫃三雄 幫你實現你的夢想 可是你要記得老船長跟你講的 你自己坐在那邊追高殺低短線被洗下車了 到時候噴出去了 你不要後悔 因為噴出去你就不追了 我低檔都沒有買 我上去幹嘛追 最後受不了又跳進去追 然後他又往下壓你又死 所以航運股再大的行情 過去這一段 你回想一下是不是 這一段的行情不夠大嗎 還是很多人怎麼樣 沒有賺到大錢 很少人可以怎麼樣 從這邊抱抱抱全壓 抱到這邊往回走的時候 再出掉賺翻了 但是有我聽說有 那這一段大跌 我相信散戶全程怎麼樣 報警處理 股票報警處理參與 好 那很多當然是融資斷頭的 就滾蛋了 那沒關係 有限股的還可以報到今天的 你去想 這個趨勢叫往下對不對 這個趨勢叫整理 那這個整理的時間波快要過了 要準備噴了 時間最晚也就是在10月份 因為10月份會公佈一個 9月的營收 所以老船長就決定將節目做一個更動 請你稍微記一下 如果你賞光 願意看小弟這種開大門 走正路正派的節目的話 那麼從10月1號開始 注意喔 10月1號開始 我的節目改為下午5點到5點半 還有晚上的10點到10點半 這個平常在家裡的 歐巴桑家庭主婦都可以看 在你做晚飯之前都可以看 那麼這個是你回到家上班族 晚上睡覺前你都可以看 那當然啦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怎麼樣 在運通電視台的網站 你YouTube上去 都可以點選到 哇裡面一整排的老師 在運通財經台 你只要看我的就可以 其他就可以不要 我的意思是說 你高興看誰就看誰 好不好 我特別跟你講 你就看一下小弟的節目 幫我按讚 分享訂閱 我很高興 那我也會秉持著專業 絕對打死不騙的精神 跟大家報告跟分享 好不好 畢竟我在市場非常久了 我看太多的人 因為怎麼樣 走旁門左道 然後怎麼樣 傾家蕩產 我覺得做非法的事情 你也許可以得意一時啦 也許沒有被警察 什麼抓到之類的 或沒有出事 但是你的睡覺的時候 你良心可能是不安的 我們看到很多槍擊要犯 都抱著槍睡覺 隨時要跟怎麼樣 警方對幹 那樣子的人生 太辛苦了 對不對 還不如做一個怎麼樣 掃地的親道夫 至少不偷不搶不騙 每天睡得怎麼樣 很安心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職業真的沒有分太多的貴賤 只是說你賺的 像郭台銘 他比較有錢 我們比較沒有錢而已 但是你說郭台銘 一定比我們快樂嗎 不見得啦 他每天飛來飛去 忙得要死 對不對 他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倒頭就睡嗎 好 那麼題外話 當然啦 節目為什麼要增加為兩個 就是因為要迎接十月份的怎麼樣 超級大行情 我覺得貨櫃三雄再壓不住了 為什麼要壓這一段 就是因為有太多人要進來 要把它洗乾淨 因為後面的行情 我認為會非常大 甚至會怎麼樣 你聽得懂 外租已經不看這個了 很多人都不敢想 只要漲上來讓我少賠一點就好 閃戶都是這樣子 你聽得懂嗎 我從來不管閃戶怎麼想 我就告訴你 從他的基本面來看 當他趨勢往上走 有基本面來支持他的時候 我相信 這個很可能都不是問題 你聽得懂嗎 那兩個大節目的時段 來怎麼樣 來跟大家見面 那當然啦 節目時段調得比較好 又增加了 那成本一定會墊高 所以公司一定會怎麼樣 要求 這不是我 我先講是我們公司 所以十月份 我的會費要這樣子 那 會員還沒有續約的 或是朋友要來跟著老船長 一起操作 航運股的 你要把握這幾天 趕快來跟著我 不然節目你到時候 自己有眼睛可以看嘛 是不是增加了 那增加成本一定會增加 這國小都知道嘛 對不對 那會費當然要調漲 這不是我老船長願意的 那沒辦法 很多事情它就是 沒有辦法兩全其美 我已經想了很久了 好就讓增加 我的負擔也增加 沒有關係 因為我要讓更多人 聽到看到 並且參與到這一次 貨櫃三雄的超級大行情 因為我相信 開大門走正路一定沒有錯 哪怕錯了 我也覺得無所謂 各位聽得懂嗎 什麼意思 就是我認為你貨櫃三雄 你的獲利跟營收 已經一再的創造奇蹟了 而台北股市 現在沒有給你公道 沒有關係 老船長看出來了 他就是要把那些怎麼樣 閃戶全部都洗下車 洗乾淨 因為這一段下來 是融資斷頭 都出場了 保證出場沒有錯 可是很多人抱著線股 還沒有被洗下車 所以他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 怎麼樣 來磨死你們 聽得懂嗎 然後什麼時候發動 對他來講 是可以事半功倍 那就是來個大利多 10月10號以前要公佈 9月的營收 再給你看一眼 8月叫做怎麼樣 創造奇蹟 電子股永遠達不成的奇蹟 你不要告訴我 電子股才會漲 貨櫃三雄不會漲 你睜眼說瞎話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是不是 這假的 所以不要去聽那些 豬腦袋講話 很累 你知道嗎 這個漲得比電子股兇太多了 所以它是會漲的 已經漲給你看過一次了 時光是不會倒流的 但是股票市場 它常常是怎麼樣 歷史重演 你把我這句話記住 寫在人家牆上 一代一代傳下去 再講一次 時光是不會倒流的 但是股市往往常常都會是怎麼樣 歷史重演 很吊詭對不對 而且就算歷史重演 很多人還是賺不到錢 我已經看出來了 這個整理坡整理完 就是要往上面大噴大漲 因為我很相信它的 基本面好到不行 那如果我們來到股票市場投資 投資基本面好到不行的 好到一再創造奇蹟的 這件事情如果是錯的話 那大家不要投資了 我也不要做分析師了 我就認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這就是在考驗人性的時候 我們常常看一個人 要怎麼看 就是看人家沒有注意到他的時候 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會不會做壞事 那這是一個人真正的人品 比如說你走到巷子 看他地上撿到一百萬 你會不會拿去警察局 沒有人看到啊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要看一個人 在股票市場的表現 未來會不會開名車住豪宅 就是要看他在這個時候 是不是還能夠全壓重壓航運股 你聽得懂嗎 不要等到都漲上來再馬後炮 要怎樣 那些投股老師又來又來騙 沒有漲的時候 沒有辦法招收會員 做業績的時候 通通都不講 就講那個今天漲停板的 那很多投資人看節目 就趕快賣掉 然後去怎麼樣 去買那一些 那些很多都是幫主力出貨的老師啊 對不對 實有所聞嘛 那這種真的正派的 你看航運股都是怎麼樣 貨櫃三雄 哇 股本都是兩三百億 四五百億的 這一種你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你要賣也賣得掉 好進好出 而且又有這種 不要說十年 幾十年難見的奇蹟的 這種EPS營收的表現基本面 居然你們還要錯過 這一次錯過就算了 就算了 因為第一次嘛 第一次嘛 幾十年來第一次航運股嘛 你錯過情有可原嘛 這一次呢 你再錯過你要打屁股了 我告訴你啊 大家明白意思嗎 我都為了這件事情很著急 趕快跟我們公司老闆講說 你要幫我加節目 他會幹什麼 我要弄好的時段 然後趕快 在十月一號二號三號 營收公佈之間 趕快讓很多人看到我的節目 讓大家一起賺錢 那當然啦 如果你沒有加入我的團隊 第一個要漲五十趴 那第二個你沒有加入我的團隊 你自己在看了 你看你又被修理 你今天又被修理 一看到我測標昏倒 進二退一啊 還是看多 當然嘛 而且我告訴你 主力他們都把時間波都要算好 股票不是看K線而已 還有時間波 什麼叫時間波 什麼時候要發動的時間點 然後你要有一個媒介 最漂亮的媒介就是公佈九月營收嘛 八月公佈很好 大家還不相信 九月再給你來一次就瘋了 你知道嗎 那這時候散戶發現 招了傳票全部都怎麼樣 賤賣了 那就悲哀了 那就怎麼樣 全聚中 我就是怕這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別的分析師不講 我照講 然後只有怎麼樣 我的會員現在怎麼樣 心狠定穩穩的 因為未來這個大波段 就是我的會員要賺的 你不是我的會員 我保證你絕對賺不到 這就是股市 不然你這兩天 前兩天再漲 你沒有嗎 你今天跳進去追 你是不是很累 不要有一天我說 你再來找我的時候 我這一張對你沒有幫助 因為已經漲到天上 我也不會拿出來了 你懂嗎 老船長是用心良苦 自己的人生 自己把握 現在開始撥打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